歡迎回來 臺灣資深媒體人趙少康 發起組成戰鬥籃團隊 吸引不少藍營內各世代民意代表加入 陣容和影響力持續擴大 引發臺灣政壇熱議 趙少康也強調要團結藍軍 發揮監督制衡民進黨的力量 由資深媒體人趙少康所發起的 戰鬥籃裡面 在藍軍的內部 獲得了極大的迴響 許多的地方基層民帶 紛紛加入響應 趙少康發布《戰鬥籃宣言》 強調要引領國民黨找回戰鬥力 藍軍內不同世代 來自全臺各地的基層民帶 共同出席響應 聲勢浩大 戰鬥籃將會是制衡政府的第一線 戰鬥籃也算是剛剛萌芽的階段 我們希望能夠凝聚更多的有志之士 一起監督民進黨 戰鬥籃的重點是提供強力的論述 監督政府做好在野黨的職責 互相支援 集體力抗民進黨網軍治國的荒謬風氣 我們會跟黨主帮配合 我們也希望增加黨主帮的戰力 我們沒有鬥誰 我們也不想鬥誰 也不打算鬥誰 我們這邊要鬥的對象就是民進黨 國民黨裡面只有團結 趙少康強調 戰鬥籃不會讓籃軍分裂 是一種理念的結合 未來監督的對象就是民進黨 而不只國民黨人士 同屬泛蘭陣營的新黨也有明帶加入 目前全臺各地已經有超過七十人參與 鳳凰衛視林奇兵陳建達臺北報導